第五十二章 城隍庙 这里有个古玩市场 你怎么知道的 庄瑞听到刘川的话后 心里不禁有些痒痒 凭着眼中的灵气 入宝山而空手规 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听刘川话中的意思 这个市场的规模要比蓬城大上许多 或许里面开门的东西也会多上一些吧 嘿 你问的多新鲜呐 这儿不但有古玩市场 还有全合肥最大的宠物花鸟市场 哥们儿每年都要来个七八次的 能不知道吗 现在我店里的那些宠物龟和仓鼠 就是前几天我来这里进的 要不然 我拿什么去做生意呀 行了 别废话了 早点回去睡一觉 晚上好开路 刘川不耐烦地解释了几句 他现在吃饱喝足了 就想回宾馆好好睡上一觉 晚上通宵开车的滋味可不是那么好受的 这汉马车虽然结实 但是以二百公里左右的时速 要是撞上点什么的话 那不是别人倒霉 就是自己倒霉了 庄瑞听完刘川的这番话 算是彻底明白了 怪不得这次对这儿如此熟悉了 刚才看他开着车大街小巷的转悠 还以为他在这里生活过多久呢 庄瑞看着刘川所说的那个叫做私会楼的高塔 说道 流氓 你先回酒店吧 我去这儿的股玩市场转悠转悠 难得来一次合肥 要是别人问我 到了合肥都干嘛了 我难道就说吃了一顿 睡了一觉就走人了呀 刘川文言愣了一下 眼珠子滴溜溜的转了一圈 笑着拍着庄瑞的肩膀 摆出一副教训人的口气说 你小子打的什么鬼主意 我还不知道呀 丑话给你说在前面 哥们在合肥这地界 虽然也认识几个人 但要是出了什么事情 肯定没有在家里解决的方便 我知道你想去碰碰运气 捡个漏什么的 不过古玩行有古玩行的规矩 你可千万不要惹事啊 庄瑞想去逛市场 刘川道也不反对 反正自己夜里开车的时候 庄瑞能在车里睡觉 汗马车防震系统很好 行驶在高速路上 基本和坐火车的感觉差不多 管单吧你 咱们俩在一起 哪次不都是你惹了事情 哥们给你去擦屁股呀 行了行了 你回去吧 把手机留给我 有什么事 我往酒店房间里给你打电话 庄瑞突然感觉到 自己似乎也有必要买个手机了 普通一点的手机也就是两千多块钱 放在几个月之前 对自己而言 可能还算是个比较大的开支 至于现在嘛 就不算什么了 庄瑞直到此时 才有点身家几百万所应该有的觉悟 刘川掏出了手机 拿在手上响了一下 并没有递给庄瑞 而是往手机里面输了一个号码之后 才交给了庄瑞 说道 你要是有事儿 电话就打到宾馆的总台 让他们叫人去302房间喊我 号码我输进手机里了 那宾馆房间没有分机啊 庄瑞都没有去到宾馆房间 就被刘川拉着出来吃饭了 不过他有点难以想象 从外表看装修的如此豪华的酒店 居然房间里会没有接电话 说什么呢 哥们儿住的又不是私人招待所 怎么可能没有电话 我是怕被那些 先生 请问您要不要服务 可是有冰火酒冲天的呀 她电话打扰了 哎 对了 你小子还是处的吧 哎 回头我给你安排一个 庄瑞听刘川拿捏着嗓子学小姐说话的声音 乐得哈哈大笑起来 听到她后面的话 再看她一脸音效的模样 不由得提起脚 对她的屁股就踢了过去 说道 管吧你 我到市场转悠一会儿就回去 进门要是看到小姐 我马上就报警抓你小子 到时候让雷雷去派出所领你 刘川让过庄瑞踢过来的脚后 正准备走 好像又想起了什么 转过身来 看看四周没什么闲人 从随身带着的手包里 拿出厚厚的一叠人民币 估摸着也有个万而八千的 然后拉开庄瑞皮夹克的拉链 塞到里面的口袋里 说道 知道你小子没带现金 别在这里取钱 容易被人盯上的 这钱贴身放好了 东西看不准 最好别拿出来 上次那手稿 哥们就不要分红了 不过今儿个再逃到什么好物件 那可是要算我一份的啊 行了 你回去睡觉吧 哥们最近走大运 说不定就能讨得个宝贝呢 庄瑞心里也有些小感动 刘川身上虽然这样那样的毛病不少 不过为人绝对没话说 这也是他小小年纪 就能在鹏城古玩市场内 混出名堂的原因 刘川点点头 点上一根烟丢在嘴里 实时然的回到酒店了 对庄瑞他绝对是放心的 从小到大 不管干什么事 庄瑞都是谋而后动 很少吃眼前亏的 再说最近几年流行起收藏热来 关注的人多了 这城隍庙古完成也就规矩了许多 那些强买强买找茬碰瓷的事情 基本没有发生过了 庄瑞把贾克拉链拉好 向刘川所说的那个私会楼走去 俗话说 望山刨死马 看着挺近了 庄瑞居然走了二十多分钟 才来到这座高塔的外围 城隍庙的入口处 城隍庙前旗干处立 门口处湿湿相对 山门大开 从外面就可以看到楼前香火萦绕 有者络绎不绝 庄瑞问了下路人 得知城隍庙古玩市场 就在这私会楼的左边 从塔顶就可以看到古玩市场的全貌 这下来了兴趣 也不急着去古玩市场了 干脆掏出十五块钱 买了一张门票 从售票处顺手拿了一份私会楼的简介 随着来拜夜观音菩萨的游人 走进了城隍庙 进入到大门之后 庄瑞看到 整个庙深都是围绕着私会楼而建的 大门左右各有五间高度都偏小的房间 如同挂在大门两侧的两只耳朵 简介中称这样的房子为耳房 形容得非常贴切 现在的许多老房子都还留有耳房 只是在过去 中间的正房是给长辈住的 耳房是小辈人住的 有地位的差别 现在正房用来居住 耳房则是用来放东西了 巷里走去 又看到了数间戏楼 并且上面还有人在唱戏 不过此时 庄瑞可没有时间去细看 拿着手里的城隍庙简介 向位于城隍庙正中心的宝塔大殿走去